全能神话语朗诵 揭示狄基督 副篇二 挪亚亚伯拉罕如何听神的话顺服神 一 三 揭示现在的人如何对待神的话 刚才讲的是关于哪方面话题的故事 就是对神的态度 临到是能听神的话顺服神 讲这两个故事主要让你们明白什么 就是听话顺服 按照神话的要求去行 学会听神的话 实行听神的话 这很重要 你说你是神的跟随者 你是受造之物 你是神眼中的人类 但在你的活出表现中 看不见一点听见神话以后的实行与顺服 那你这个受造之物 跟随神的人 神眼中的人 这几个称呼 是不是就得画问号了 这一画问号 你蒙拯救的希望 到底是多大呢 未知 很渺茫 你自己都不敢说 以上讲了两个 关于如何听神的话之人的经典故事 看过圣经的人 跟随神多年的人都知道这两个故事 但是 没有人从中读出 听神的话这一条最重要的真理来 讲完如何听神的话的故事 再来讲一讲 不听神的话的故事 一说不听神的话 那就是现在人的故事了 我讲的有些话 可能就难听点 就得伤你们的脸面 伤你们的自尊 你们就没人格 没尊严了 有一块地 我告诉人种点菜 让尽本分的人都吃点有机蔬菜 不用买无机的 打过农药的蔬菜了 这是不是好事 一方面大家在一起生活 像个大家庭一样 还能共同信神 远离社会潮流 远离社会的争斗 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 大家都能安下心来尽好本分 这是从小的方面来说 从大的方面说 种点菜供应尽本分的人吃 在神的福音扩展中 献上一份力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这么做也合适 我说种点菜 让周边尽本分的人 都能吃上 这话是不是说得挺明白 当时我吩咐的人 他也听懂了 把常吃的一些蔬菜都种上了 我想种菜这是简单 一般的人都能做 不像传福音或做教会 各项工作那样有难度 所以对这事我就没太管 过了一段时间 我去那个地方 看到他们都吃上自己种的菜了 听说吃不完 有时候都喂鸡了 我说 种了这么多菜 产量也不小 你们有没有往教会里发呀 其他教会的人 有没有吃上咱们自己种的菜 有的人说不知道 有的人说 其他地方的人自己买菜 不吃这里种的 个人说的都不一样 没有人关心这些事 只要自己有吃的就行了 这是不是挺恶心的 后来 我跟这儿的负责人说 你们种菜自己吃 这理所当然 但是其他人也得吃啊 你们种这么多吃不了 其他地方还买菜 这合不合适 之前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些菜不是只种给你们吃的 你得往周边的教会发呀 你们说 就这点事 用不用我再三嘱咐 明文规定呢 用不用我 大张旗鼓地召集所有的人 聚个会 讲篇道啊 不用 我也觉得不用 人还能没有这点心吗 要是没这点心 那就不是人了 我又告诉他一遍 得赶紧发 你去落实吧 他说 行 我看看吧 就这个态度 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去那个地方 看到菜地里一大片的菜 各种各样的都有 我问 我问种菜的人 收的菜多不多 他们说 菜多的吃不了 有的都烂了 我又问 有没有往周边教会发 他们说不知道 不清楚 说话含糊其词 敷衍 一看就是没有人 拿这事当回事 他们自己有吃的 就不管别人 我又找到 那个负责人 问他到底 有没有发菜 他说发了 问他发的情况 怎么样 他说都发下去了 事情说到这儿 你们有没有 听出问题来 这些人态度不端正 尽本分不是 忠心负责的态度 这就很恶心了 更恶心的事 还在后面呢 后来 我又打听周边的 弟兄姊妹 菜发没发到 有弟兄姊妹反应说 发是发了 但发的菜 还没有菜市场 地上扔的菜好呢 尽是烂菜叶子 还掺着沙子 石子 不能吃 你们听完这话 什么感觉 心里火不火 恼不恼怒啊 恼怒 你们都恼怒 你们说 我生不生气 菜是勉强地 给发了点 但发的不怎么样 这坏事是谁造成的 这里有一个恶人 他拦着不让发 我命令发 他说什么 你让我发 我就弄些烂菜叶子 我们不吃的菜 发下去 这不也是发了吗 了解这些情况后 我说 让这个鬼东西走 这是什么地方啊 他还敢在这儿 横行霸道 这是神家 这不是社会 不是自由市场 你在这儿撒泼打滚 横行霸道 你就得走 我眼皮底下 容不下你 你赶紧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从哪儿来 滚回哪儿去 你们说 我这么处理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对呀 这种人太没人性了 那有些人没人性 怎么不打发走呢 有些人也没有良心理智 不追求真理 但他不作恶 不搅扰教会工作 不影响其他人尽本分 也不影响教会生活 这样的人 就先留着效力 什么时候 他作恶打岔搅扰了 再让他走也不迟 为什么让这个东西滚呢 他在神家想横行霸道 想说了算 他影响到弟兄姊妹的正常生活了 影响到神家的工作了 有些人说 是他太自私了 太懒惰了 尽本分应付糊弄 是这样吗 他是要跟全体弟兄姊妹 跟所有尽本分的人作对 要跟神作对 要霸占神家 要在神家说了算 你想说了算 你倒是做点好事啊 他还不干好事 尽干坑害神家利益 坑害神选民的事 这样的人 你们能不能容他 不能 你们都不能容他 我能容他吗 有些人到现在 还对清除恶人不满意呢 他们没看透他 还在心里跟我较劲 有些人现在提到他的时候 还认为我处理得不合适 认为神家不公益 这是一伙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这个人怎么摘小白菜吗 一般吃小白菜是不是整颗拔 有没有掰叶子吃的 没有 这个奇葩就不让整颗拔 就让掰叶子吃 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事 你们说 他这么做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不让整颗拔 这菜要是整颗拔的话 那菜地空出来 就得重翻重种 他为了省事 就让掰叶子 他让这么做 还没人敢反对他 那些人就跟奴隶似的 都听他的 他在那儿就说了算了 你们说 不把他打发走行不行 这样的人留着是祸害 他偶尔有点好的表现 那是没涉及到他的利益 凡是他做的 你细看 没有一样不是搅扰 破坏其他人利益的 没有一样不是损害神家利益的 他天生就是个魔鬼 就是跟神作对的 就是狄基督一类的人 这样的人 让不让他在神家待啊 他配不配尽本分 就这样的人 还有人袒护呢 这些人得糊涂到什么分上 恶不恶心呢 嫌你有爱心呢 你有爱心 你养着他 你有爱心 你让他祸害你 别让他损害神家的利益 你有爱心 他被清理出去 你也跟着出去 你在这儿混什么呀 这些人 有没有听话顺服啊 天生就是一伙魔鬼 我说什么 人家都不听 我说东 他偏要往西 我说西 他偏要往东 竟跟我对着干 听点话 怎么那么费劲呢 我让他把菜 发给其他的弟兄姊妹 少他那一份了吗 剥夺他吃菜的权利了吗 那他怎么就不发呢 不用他抬着去 他也不累呀 他不但不给好的 还给烂的 这得坏到什么分上了 这还是不是人 我告诉他发菜 我没让他发垃圾 就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的事 动动手就能做到的事 他就做不到 这是不是人 连这点事你都做不到 还谈什么顺服神 你顶牛对抗 你还想在神家 混饭吃 这可能吗 现在有些人 在心里还记着呢 你曾经伤害过 我们的心 你曾经在我们这儿 打发走几个人 我们都没同意 我们还想挽留 就是你不给机会 你还是公义的神吗 从魔鬼嘴里 说神公义 你们说可不可能啊 他即使嘴上说神公义 当神做事的时候 他就不服气 就不能称颂神的公义了 这就是魔鬼 假冒为善 从发败这么一件小事上 你们看见什么了 人顺服神 听神的话 容不容易 人吃着神的 住着神的 用着神的 最后神说 把吃不完的菜 给别人分点 人有没有顺服 这话能不能落实 在人的身上 能落实 能执行下去 而在魔鬼撒旦 敌基督的身上 永远都落实不了 他就认为 这些菜要是发下去的话 有没有人能念着我的好啊 要是别人吃了菜 都说是神恩代 是神让做的 都感谢神去了 谁感谢我呀 我是幕后英雄啊 我出力了 我种的菜 你就得感谢我 要是不感谢我 不知道是我做的 那你休想吃到我种的菜 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这是不是恶 这太恶了 恶人怎么能实行真理 怎么能听神的话呢 他天生就是魔鬼撒旦 他跟神是对立的 是抗拒真理 藐视真理的 他不能听神的话 那用不用他听啊 不用 这事该怎么处理 把他踢出去 打发走 找一个能听话的人 代替他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这事这么处理 合不合适 合适 我也觉得合适 他不走就会坏事 就会坑害大家 有的人说 你是不是看他没听你的话 就对他不满啊 他只是不听话 有这么严重吗 因为这点小事 你就把一个人打发走了 那个人其实也没做什么 就是发了点烂菜 还有两次没发菜 没听话 不就这点小事吗 是不是这么回事 你们说 我是怎么看的 这么点小事 你都不能听 你还在这打横 这是神家 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 这里的一草一木 一山一水 没有一样东西 你有支配权 你有说了算的权利 你想说了算 你想打横 你算什么呀 没拿你的 没用你的 没让发你个人的东西 你就是动动手 尽你自己该尽的责任就行了 连这你都做不到 你做不到 我不承认你是信的 你就得从神家滚出去 清除出去 我这么做合不合理 这是神家的行政 我如果看见恶人作恶 都不清理 对他都没有一个态度 你们说 得有多少人受害呀 这样神家不就乱套了吗 神家的行政 不就成空话了吗 所以 对于不听话 还搅扰打横 耍无赖的这些恶魔 敌基督 神家的行政 是怎么规定的 清除 开除出神家 把他们从弟兄姊妹的行列中 清理出去 他们在这儿 不算数 这样处理怎么样 把这类人清理出去 一切工作就顺利了 就吃菜这点小事 魔鬼撒旦还钻空子 他还想说了算 还想为所欲为呢 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小事 虽然发生的都是小事 但这里面涉及到的 都是最根本的真理 最根本的真理 就是听神的话 人连这点都做不到 这样的人是什么性情啊 有正常人的良心理智吗 丝毫没有 这是没有人性的人 日常生活当中 除了吃菜 还得吃点肉 吃点蛋 我就告诉他们养点鸡 给鸡喂点粮食 菜之类的 散养 这样鸡下的蛋 就比市场上卖的鸡蛋好 鸡肉也是有机的 最起码没有激素 人吃了对身体没有伤害 虽然鸡蛋和鸡肉的产量 没有那么多 但是品质上是可以保证的 听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了吗 你们说 我说的这话里 包含几个信息 第一 这样养鸡 咱们能吃点有机鸡蛋 不管能吃多少 最起码不用吃有抗生素的鸡蛋了 这是对鸡蛋的要求 第二 对鸡肉的要求 是没有激素 吃着放心 我提的这两条要求高不高 我提的要求不但不高 而且很实用 是吧 后来 小鸡仔买回来了 也喂上了 到了鸡下蛋的季节 吃上鸡蛋了 但隐隐约约 还能吃到抗生素的味道 就跟在超市买的鸡蛋 味道一样 我就琢磨 是不是这些人给鸡 胃含有抗生素的东西了 后来我就问喂鸡的人 这些鸡都吃什么饲料 他说给鸡吃骨粉 我说 咱们养鸡不用催蛋 就按照正常的 有机喂法 散养的喂法 让它正常下蛋就行了 咱们不是为了 大量的吃鸡蛋 而养这些鸡 就是能吃着 有机的鸡蛋就行 就这么一点要求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别给鸡 吃含有抗生素 激素之类的东西 喂鸡的饲料 跟外边是不同的 外边的鸡 三个月就长成了 天天下蛋 一直到被杀的那天为止 鸡就成了下蛋机器了 那样的鸡蛋好吗 鸡肉好吃吗 我对喂鸡的要求 是散养 让鸡自己在外面跑点食 吃点虫子 野草 人在喂点古物 粮食之类的 这样虽然鸡蛋的量少了 但是鸡蛋的品质提高了 对鸡好 对人也好 这要求容易达到 我这话好不好理解 听这些话有没有难处 好理解 没有难处 我也觉得没难处 这多容易啊 也没有要求鸡蛋的数量 就要求品质 有正常理智 正常思维的人 一听就明白了 觉得这是简单 能做到 过后就去落实了 这叫听话 那喂鸡的人 是这么做的吗 他能不能做到这个 能做到的 这就是有正常人性理智的 做不到 这就有问题了 我说完这话之后 没多长时间 天气就冷了 按正常规律 鸡就停止下蛋了 但是有一样事挺说明问题 天气越来越冷 鸡蛋反倒有增无减 还能天天吃着鸡蛋 但蛋黄没有原来黄了 蛋清越来越硬 越来越难吃 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 到底发生啥事了 这小鸡过个冬不容易 怎么现在还这么费劲 给人下蛋呢 这有点残忍呢 后来我过去一打听 才知道 鸡现在还在吃着 外面买的饲料 那个饲料 就是保证鸡 无论春夏秋冬 都不停地下蛋 我说 这个季节鸡不下蛋正常 咱们可以不吃鸡蛋 你就养着它 到来年春天 它照样下蛋 品质还好 别贪嘴 没要求你让鸡一直下蛋 也没要求你到冬天 还得攻上鸡蛋 我没那么要求你 你为什么还让鸡 一直吃着外面买的饲料 以后不许再让它吃 那个饲料了 我这话说得明不明白 第一 我没要求不管什么季节 非得吃鸡蛋 第二 我告诉你 别让鸡再吃这样的饲料了 别再催鸡下蛋了 就这一点要求 难不难做到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吃到咱们养的鸡下的蛋了 我说这些人太浑了 我说的话怎么不听呢 鸡还下着蛋 那鸡的饲料肯定没有变 就这么回事 这是关于养鸡的事 你们听出什么了 对神的话不顺服不听 有些人说 我们听神的话 那得遵行神的旨意啊 我们要听大的 高的 那都是涉及到神旨意的事 涉及到神工作通行的事 涉及到神大的工作的事 你说的这些话 都是涉及到一些生活琐事 根本就不涉及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可以不听你的 你说什么 跟我们的本分没关 跟我们的顺服听话 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有理由跟你对抗 有理由选择听或者不听 再说了 正常人性的生活 居家这些事 你懂什么呀 你不懂就没有发言权 别跟我们瞎说 我们可以不听你的 他们是不是这么想的 这么想对不对 不对 错在哪儿了 遵行神的旨意 不分大小事 只要是神的话 人都应该听 都应该顺服 实行 有些人说 神的话是真理我听 不是真理我不用听 我顺服的只是真理 所谓遵行神的道 是指遵行 听从 顺服神口中所说的 真理的那一部分 涉及人生活的这些话 与真理无关的话 不用听 这个领受对不对 不对 那你们怎么看待 真理与神的话 他是不是把神的话 跟真理分开了 是不是架空真理了 是不是把真理 看得可空洞了 神创造万物 树叶是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 花朵是什么形状 什么颜色 万物的繁衍生息 这些与真理 有没有关系 与人蒙拯救 有没有关系 人身体的构造 跟真理 有没有关系 这些跟真理 都没有关系 但都是从神来的 这些跟真理 没有关系 你就能不承认 它的正确性吗 你就否认 它的正确性吗 神所造的万物的规律 你就能随意破坏吗 不能 那你的态度 应该是什么 得遵循 它的规律 有些事不明白 你就相信 神口中所说的话 这就对了 不用去研究 也不用你明白太深 不要违背 它的规律就行了 这就叫相信 顺服 对于日常生活中 神所要求的 不涉及人类 蒙拯救的生活习惯 生活常识 生活规律 等等这些 虽然够不上 真理的级别档次 但都是正面事物 凡是正面事物 都是从神来的 人就应该接受 这话是对的 另外 作为人 所应该具备的 理智良心是什么 第一件事 就是学会听话 听谁的话 听魔鬼撒旦的话 听人的话 听伟人高人的话 听狄基督的话 这些都不是 而是听神的话 听神的话的原则 具体的实行是什么 不用分析对错 不用问原因 不用等明白了之后 再实行 而是第一时间 第一态度 就是听 落实 执行 守住 这才是受造之物 这才够人 这一撇一纳 你连这个做人 最基本的标准 都达不到 神都不承认你是人 你能来到神面前吗 你配听神的话吗 你配听真理吗 你配蒙拯救吗 你没资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